构树是一种桑科的植物,有很多种名字,也叫楚树、古树、古英构、钞票树、奶树、当当树、纸木。 在台湾又俗称鹿仔树,构树分布很广,常见是东南亚、印度、日本、朝鲜以及中国大陆。 其他地区世界各地都有,台湾也是随处可见到构树的踪迹。 台大教授团队和智力团队跨国研究,证实台湾为南岛语系的原乡。 也透过构树基因分析证实,证实台湾是太平洋构树的原乡。 南岛语系分布四个极点,北起台湾,南到纽西兰,西到非洲马达加斯加岛,东到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。 构树是一种先驱植物,分布广,适应性强。 在台湾是常见的低海拔植物,一般生长在丘陵、山坡、平原、河边、村边。 路边、山谷也可能在路旁、公园、学校或爬山时看过它随处可见。 因为其生长力旺盛,容易繁殖茁壮。 构树一般很矮的时候,就都被当杂草除去。 但其实它是落叶桥木,可以长到高达10到20米。 从构树俗名即可看出,它和台湾人关系密切。 在台湾以前构树也可以工作猪、牛、羊、兔、鹿的饲料。 梅花鹿很喜欢吃它树叶,所以又俗称为鹿仔树。 构树其树皮也是制作宣纸、棉纸甚至钞票的原料。 所以又称为纸木、钞票树。 同时也可以经加工制成树皮布料及衣物。 构树叶片可用来煮茶。 构树的花为单性花。 雌树与雄树开的花完全不一样,雌雄一珠。 雄花花絮是长条状下垂像毛毛虫一般。 雌花絮成圆球形,雄花可用来入菜。 花及嫩叶都可以入菜。 雌花它的果实为球形的聚合果,味道甘甜。 可生吃或做成果酱,其味道香甜好吃。 有点类似草莓,然而因为水分多太软容易烂。 不能送到市场上贩卖。 构树的前造成熟果实,洗净、晒浅。 除去灰白色果盒及杂质。 其实就是一种中药菜名字是褚石籽。 根据中医百科书籍记载褚石籽的功效作用。 补肾清肝,明目,利尿,用于腰膝酸软,虚脑骨争,头晕目昏。 木生易磨,水肿账满。 其实构树也是一种优良的先驱植物。 分布广,适应性强,胖密性强。 能大量吸制粉尘和吸收二氧化硫等有度物质。 耐烟尘,自身繁衍能力强,生长迅速。 因此可以作为工业区和矿区的绿化用树。 构树在中国广泛被用于城市绿化,效果十分理想。 也是防护林和山区大林,推广种植与风雨成林的好树种。